另一方面來看美國 美國對中國其實也是小心謹慎 美國發現中國在潛水的 這個潛水艇的技術方面 有更新突破的一個進展 不過中國的潛水艇 之前發生一起被水草圍住的事件 最近又發生了一個新的事件 這個大陸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艦 龍虎艦 不斷的冒黑煙 怎麼回事 真相都還沒公布 中共要攻打台灣 那他一定要大量的把人 運來台灣 把坦克 把這些運來台灣 所以他有大量的 包括洞拐腰 洞拐兩根 洞拐舞 這些兩棲登陸艦 這些兩棲戰鬥艦 不斷的一艘 要一艘 照過一艘 要照到十五艘 這麼多 就有人看到了這個洞拐腰的 相關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那麼在這個船上 有三個地方冒黑煙 不過中共的解釋是 他們在演習 而不是說整個燒起來 我們看起來像在燒起來 對不對 中共的說法 不過中共的說法 到底真的假如不知道 他之前也說 洞溝三的這個 就093洞溝三的這個核子潛艇 他也否認他失事 最後證實確實被自己 本來要抓人家 美國核子潛艇的相關的 這些障礙物給困住 最後艦上的官兵全部死亡 所以到底他這個洞拐腰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我不知道中共說法說是演習 可是這不像演習的火 對 看起來因為那個煙 是太大的一點 那個煙真的是太大的一點 大到多離譜 各位 我們台灣對不對 我們的台灣的潛艇 而且這還在悶騷 黑煙就是悶騷 我們台灣的潛艇 從來沒有被中共 這個等於說徵收過 不過我過去在節目中講過 我們曾經在漢官演習的時候 無意間去我們的反潛直升機 抓到他們中共的潛艇 還困在灣坪外海 所有能夠聽的全部來聽 大家來聽 然後全部鎖住 還故意有陸委會跟對方通知說 你們有沒有潛艇迷航 我們有鎖定抓到一隻在下面 如果是你們的話 我們就算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困住 可能會把他葫蘆 中共一開始說沒有 到後來因為柴油潛艦 幾天就一定要浮上來 否則氧氣不夠就死光了 最後老共才說 他們有一艘私聯 我們才李登輝哈哈一笑 那時候總統是李登輝 所以網開一面讓他離開 我告訴各位 大家只知道這個故事 大家不知道 還有更精采的一個故事 海巡署 海巡署有那個100公噸的警艇 對不對 100公噸的警艇 我們曾經用100公噸 海巡署的警艇 追過中共1400公噸的軍艦 而且還跑給我們追 你聽起來覺得 哪有可能 我告訴你 那是一個意外 2019年的7月31號晚上8點多 在地點發生在哪裡 金門廖羅灣的外海 那是什麼 那是我們一艘專門運捕 從台灣本島到金門去 運捕的相關的輪船 回報 無限電回報 回報什麼 跟一艘中共的軍隊燒籠 你知道嗎 籠了對不對 對風 他們因為是軍艦 看起來是軍艦的樣子 那麼對方要求 我們這艘漁船這個貨輪 跟他們回廈門 拒絕 這艘回去到廈門 死到人家出帖有沒有 純粹給我踢得沒辦法 開玩笑 所以要求支援 那時候我們的相關的貨輪 無限電打回來以後 駐紮在金門海巡署 兩艘100公噸的警艇 是不是趕快出去 就趕快進去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到了以後發現 其實剛剛我們的貨輪燒籠 是兩艘中共軍艦其中一艘 其中就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不是看到冒煙 那個洞拐腰的對不對 其中有一艘是洞拐腰 這麼大 2萬多公噸 那個頭前面 慢慢的行駛 跟他撞到的 不是這個洞拐腰的 是誰呢 是一艘沒有見過的 這個中共的軍艦 這個軍艦沒有見過 這是什麼軍艦 也不是動物司 也不是動物糧 也不是動物 都不是沒有見過的軍艦 很奇怪 然後透過無限電對不對 透過無限電 然後溝通幹嘛 我們的海巡署的警艇 靠近他進入這一艘軍艦 大概8到9海裡的時候 對方無限電馬上過來 不要再靠近了 不要再靠近 不可以再靠近 再靠近我們軍艦的話 怎麼樣怎樣 那海巡署就跟他說明 你們不能走 你們這樣一走了之 攏料對不對 海事糾紛 極搞夠賠償的問題 夠保險的問題 你們不能一走了之 對方說不管 不管你台灣的這個海巡 還要介入我軍艦 他的阿婆浪槓 陪著那個洞拐腰瘟 看照看照看照 就回到這個廈門港去 告訴各位 結果沒想到海巡署 跑到我們的那個貨輪上面 發現他的前甲艇 前甲板 掉了一個東西下來 雷達你知道嗎 這是一艘當時第一次發現的 洞五六A的軍艦 碰撞了以後 他的一個雷達 去掉在我們的這個貨輪上面 當時包括海巡 包括海軍 包括港部 都當作絕對機密 因為不小心會變成 一個大的一個軍事事件 所以後來就都不 都把這件事情當作 蓋起來當作不知道 都不對外聲明就對了 所以到後來 到底是怎麼解決的 就當作一般的海事碰撞 糾紛來處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